你太快心 有人说你女儿只是得了一个像体肥大 你为什么能崩溃的大哭 你是不是有病 对 我有病 最近确诊了焦虑抑郁症 所以我这一年 经历了什么呢 当时也是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 被财员伤透了 想回老家休养一段时间 当时最害怕被亲戚问工作的事情 还是被亲戚吐槽 财员了 真丢人 我的尊严碎了一地 后来自驾游去了承德 丰宁跋上草原 秦桃岛花费了一万多 回本心后 就开始认认真真地做自媒体 自媒体没有什么起色 就转战复习考工考编 我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但却以高于入面分13分的成绩进入面试 培训机构的老师都说我十拿九稳 然而我却灵明一脚时自毁武功 当时复习备考时 因为我准备的时间比较短 又是第一次备考 我的对手都非常的有经验 我就把吃饭睡觉 照顾孩子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复习上 但也非常对不起我的女儿 因为年前那几个月 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生病在家 我没有时间照顾她 就让她看电视 一看看一天 一直持续一个半月或者是一个月 太可怕了 视频看到了吧 985说是 失业一年被确诊抑郁症 一年之内努力找工作 但是依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也尝试过考编 但是依然不成功 她真的很努力了 但是现今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不是你努力就能成功的 选择加努力同样重要 视频中也会讲一下 深圳房价的暴跌 已跌到2015年了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曙光时分 现在的就业市场 真心一言难尽 80后正在大量失业 当然90也在失业 当然00后根本找不到工作 有一位985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曾在国内知名企业担任高管 工作了六七年 然而 如今她被公司辞退 失业在家 过去一年里 她投了将近400份简历 但只收到了四个回职 最终只有一家企业 给她发出了面试邀请 这个真实的故事 发生在我朋友孩子 幼儿园同学的家长身上 反映了当前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 职场内卷愈演愈烈 尤其是80后这一代 面临着分流和淘汰的压力 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 同样是我朋友孩子同学的家长 去年 他们的公司被收购 成为了一家国企 表面上看似一件好事 但后续发展 却让人心寒 原本由80后主导的 一百多人的团队 经历了大规模裁员和离职 最后只剩下了11个人 这11个人 不论是高管还是普通员工 工资水平在3至5万元之间 然而 尽管他们付出巨大努力 工作时间几乎是从早上 6点到凌晨2至3点 每天加班 一个月只能休息一天 但他们的岗位依旧不稳定 为什么呢 因为有大量刚毕业的大学生 愿意以更低的工资进入职场 他们年轻 有活力 极具竞争力 那些努力工作的11人 随时有可能被替换 而那些已经离职 或被辞退的近百人 现在大多数都找不到工作 几乎都待业在家 通过这些案例 可以看到 今年的就业环境异常严峻 职场竞争愈加激烈 如今 最难的并不是50岁以上的大龄人群 也不是那些没有学历或技能的人 而是80后这一代 他们学历高 经验丰富 却在职场中面临着巨大压力 和不确定性 这就是现在最真实的中国就业市场 找到合适的工作越来越难了 大家第一想的就是考工考编 这个社会真的有点激情了 刚开头985硕士失业一年 被确诊抑郁症 现在想来也正常了 我们再来看看深圳的房地产市场 最近看到新闻说 深圳房价已跌回2015年 我也知道深圳的房价在不断下跌 而且可以说是暴跌 但我没有想到跌得这么快 也在想自己的房子跌了多少 还好买得早 也不是炒房客 虽然纸面财富下跌了 但是对生活影响不大 但是想想 那些身背几百万房贷的人 他们怎么办 这些人中他们很多人也失业了 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 让很多行业也不景气了 太多的人失业 先说说深圳房价的暴跌之快吧 其中 碧海片区的房价下滑尤为显著 已跌回到2015年的水平 以8月20日为例 碧海的中西乡低湾 一套165平方米的五居室住宅 以880万元成交 折算单价约为每平方米5.4万元 与今年6月同位型房源相比 短短两个月内价格已下跌了近30% 碧海片区位于深圳保安区 一直以来是楼市的热门区域 但近期房价的急速下滑 犹如一颗重磅炸弹 影响了整个区域的市场表现 周边楼盘纷纷跟随下跌 部分小区甚至创下了历史新低 例如金港华亭64平方米的房源 8月的成交单价已跌破5万元 低于7月份的成交价格 华丰前海湾88平方米的房源 也降至700万元以下 单价仅为6.9万元 太华阳江海104平方米的房源 8月成交价也比7月份有所下降 市场对于碧海片区的未来发展 存在明显分歧 尽管碧海具备成熟的居住环境 人口密度较高 空置率低等优势 但房价仍难以气稳 主要原因在于深圳整体楼市尚未回暖 政策力度也不足以稳定市场 加之市场信心的持续恶化 导致房价不断走低 此外 碧海片区的噪音问题 也让部分买家望而缺步 尤其是年长群体较难适应 而年轻人则相对更易接受 除了碧海 保安区其他片区如保中和沙井等地的房价 也在持续下跌 作为保中的高端楼盘 以防中心公寓的成交价 曾在高峰期达到每平方米20万元 但目前已跌至13万元左右 部分大户型的挂牌价也大幅下滑 如373平方米的大户型 报价已降至4800万元 单价为12.87万元每平方米 相较两年前的6200万元跌幅显著 数据显示 截至8月28日 保安区10个片区的挂牌均价均出现下跌 其中沙井片区的跌幅最大 当前挂牌均价为每平方米4.9万元 环比下跌5.8% 回顾前几年 沙井的二手房价 曾一度充至每平方米8万元 如今价格几乎腰斩 面对当前的楼市形势 深圳整体仍处于下行通道 短期内难见明显回升迹象 若无政策进一步干预 深圳楼市在短期内恐将继续低迷 对于购房者而言 此时入市需更加谨慎 而房产持有者则应考虑更长远的规划 我想说房价还要继续下跌 不要以为房价还能涨回来 很多炒股的股民亏了钱后 一直不舍得卖 想着总有一天回涨回来 你要看看现在的经济环境 中国造的房子够多了 现在不是大家没有房子住 可以说房子太多了 再加上失业的人越来越多 谁还有钱去接盘呢 可以说接盘侠都用完了 那么你还想着房价会涨回去 我想说洗洗睡吧 梦里什么都有的 深圳一线城市已经冷清到这种地步了 中午十二点是我们做快餐店高峰期 既然就只有一两个人来吃饭 周天的营业额还有九百多 今天既然做了六百六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差 我们的快餐店在一个像城中村一样的小棋里 八年前发了十一万展让过来的 那个时候才几家快餐店 生意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小棋的房子没有那么贵 做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店比人还要多 就没有几家店能挣钱了 都是在这里熬着 有一个朋友发了十万开的一家快餐店 三个人守在店里 每天营业额才五六百 做了几个月门口就贴上了展让 贴了两个月都没有展让出去 问都很少人问 他就直接把里面的东西 打包价2500卖给了收费品的 他说没有必要坚持下去 深圳现在商业萧条的情况 不单单只发生在深圳 中国其他地方 其实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商场冷清 街道冷清的一个情况 消费降级这个词 再被我们不断地提及 其实也很正常 大家口袋里的钱便少了一千 因为有房价不断上涨 我们自我感觉自己非常有钱 所以花钱起来也不心疼 但是现在不同了 房价再不断下跌 就是你现在卖的房子 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 还欠银行一大笔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也在收缩 在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 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我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